GinnyV的黑客通大概是怎麼進行的 首先我們會在GinnyV的Headpad上面開一個 Headpad Headpad其實是一個網路上的共筆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在上面寫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義務力就是培政平台 然後它Headpad最主要的Headpad就是這一個 然後會在裡面就是討論一些很多的問題 然後還有包含它現在做到什麼地方 然後如果各位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先進去看看看它缺什麼東西 然後再進去看你是不是可以幫得上忙 或是直接去找那個坑主 也就是發起這個專案的人 直接去跟他問這個東西要怎麼辦這樣子 那首先我覺得還是先來個那個新手教學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自己都找不到 好 等我一下 可以直接貼到活動嗎 好 那簡單來說 我們今天應該是不會用到Headfolder這麼複雜的東西 我們今天大概只用Headpad而已 可以 那其實基本上 其實基本上 就是Headfolder自己的會用到的 這邊是Headfolder般的用法 那 這個是我們Headpad的用法 那 我們今天大概只會用Headpad 那Headpad的話 其實就是 你可能如果第一次使用的話 你會遇到這樣的登入畫面 那你可以點上面的Google或Facebook 看你的帳號 直接就可以登入了 很方便 然後輸入完以後 你直接在裡面 key 任何東西 你就可以輸入了 那 如果說 如果說大家有時候忙起來的時候 其實是蠻安靜的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幫大家的話 那你可以上IRC跟大家聊天 那IRC的上法 一般來說 G0V這邊有一個提供IRC的入口 那最近有多了一個 slack的方式 那基本上在IRC的聊天室裡面 有稍微提到就是 像這個是G0V提供的介面 你只要在裡面 輸入逆稱 你就可以登上去 那如果說 你等一下不知道怎麼連進去的話 你可以跟我講 我直接教大家怎麼用 那另外 G0V這邊也有提供另外一個 slack的方式 就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程式 然後你可以登入 那你只要提供你的email過去 然後輸入到那個接引影片 他就會發邮請信過來 你就可以加入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跟大家聊天這樣 那 主要像這個地方也有 那輸入旁的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 偷偷跟別人講的話 那IRC可以提供私訊的功能 就是 可以在底下 自己跟別人對話這樣子 那這是講的方法 大概就會變像這樣子 那 IRC上面 在G0V裡面 IRC會有一些術語 比如說 某某某++這樣子 那這不是C++的意思 就是 說 你很讚 做得好的意思 就是線上的按讚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離線的話 別人就會找不到 所以會有一個CloudFair 如果你不想錯過訊息的話 那 就是可以用 CloudFair 就是我用這個介面 那這個介面 其實它就會放24小時 過在上面 你就 睡覺的時候 別人講的話都不會漏掉 像昨天晚上半夜 在陽點鐘的時候 還有人在討論一些奇怪的問題 所以 那 IRC裡面 G0V裡面 有一個術語叫坑 那坑的意思 很多人都以為是洞 喔 有卡住了嗎 我電腦是怎麼的 那入坑其實就是跳坑 那 也有人可能會以為是像這樣子 那事實上 其實是 好 它真的有點Lag 一個坑其實就是一個要處理的工作 那 呃 像 HeadPad底下 有時候有的人會出現像這樣 截免 那 這就是需要任你的工作 如果你看到的話 就代表你可以去裡面找 你要的工作 所以 這邊其實到處都是坑 所以 歡迎來到我爸爸分享 當然 還是有可能很多不太懂的地方 所以就 直接提問就好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上IRC 你可以問我 直接到旁邊去教你 所以就 謝謝大家 那今天大概就 信手教學到這裡 那有沒有人 有什麼地方是不太懂的 應該沒有 還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接下來是 提案的時間 那 可能要請 就是今天要提案的 餡餅廚房 陪真平安 貪汙判決 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這邊需要什麼幫忙 好 那有人要過來 你先 你先